丸子开油炭内滑 这样做的冬瓜碗很汤 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先来把切好的葱姜 用擀面杖倒煮汁水 加入温水和一小把花椒 浸泡10分钟 准备好的冬瓜去掉外皮 切成一段一段了 然后把里面的瓜瘾去掉 再切成薄一点的片状 放到盘子里备用 接下来把打好的肉馅放到大碗里 浸泡好的花椒葱姜水 分多次地打入肉馅里 每打入一次都要充分地搅匀搅透 直到肉馅完全吸收 加入一勺食盐 五香粉 胡椒粉 适量的生抽 老抽和蚝油 再加入一个蛋清和两种淀粉 随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用摔打的方式使肉馅上劲 这样做出来的肉丸更可以弹 起锅倒油 油热放入葱姜炒香 倒入切好的冬瓜片 大火翻炒均匀 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加入清水 大火把水烧开 现在把调好的肉馅抓一把放到手里 虎口挤出丸子 用勺子放到锅里 在放丸子的时候 把大火调成小火 肉丸全部放到锅里之后 再开大火 煮开撇去上面的浮沫 丸子刚下入锅里不要搅动 等到定型之后 再用勺子的臂部轻轻地搅动 再煮2-3分钟左右 加入丝盐 胡椒粉 鸡精调一下味 把调料和汤搅拌均匀 淋出锅的时候 切些葱花和香菜末 撒入锅里 再淋上香油 再要美味的冬瓜碗子汤就做好了 尽到爽滑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 感谢支持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